也才几百块啊 你玩什么命啊 你啊 你拽着吗 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揍得鼻青脸肿 巩伟的心在低血 为了不被人视破他的身子 他必须强自忍耐 假装自己并不在意 可福光却不想就这么算了 又是一技重拳 小顾当即被打得口吐鲜血 最后巩伟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当着所有人的面掐住儿子的脖子 亲手结束了他的生命 把他最心爱的孩子给杀了 随后小顾的尸体被丢进了垃圾站 数个钟头后 巩伟装出醉酒的样子 悄悄溜回垃圾站 疯狂寻找他的儿子 可此刻 一道熟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只见福光缓步朝自己走来 见到你在这儿出现 我很心痛 你知不知道 话音刚落 埋伏在垃圾堆里的常威两人 突然从中跃出 暴雨中 他们挥舞着手中的砍刀 对着巩伟就是一顿乱砍 可谓是招招致命 就在常威准备拿刀了结巩伟时 辅光却一枪将常威击倒 原来就算巩伟身份暴露 辅光还是想拉拢巩伟为他笑容 那一个月只有几百块 只要你啃电头 我可以给你几百倍 任凭辅光好话说尽 巩伟依旧没有半点 你说我不给你路走 两人旋即开始了一场剧烈的肉搏 眼见着自己打不过巩伟 只好放下面子叫手下去帮忙 只见太子开着大货车直接撞路 巩伟一跃而上轻松躲开 而辅光却躲闪不及被拖在了车顶 就在巩伟陷入绝境的时候 及时赶到的方姐将巩伟救下 另一边小顾也并没有死 而是被小黑偷偷藏了起来 不过二人藏匿的地方 很快就被辅光挡到 情急之下小顾只能潜入水底躲避 面对辅光的威胁 小黑宁死也不说出孩子的下落 随着几声枪响辅光几人无功而回 临死之前小黑将一张卡交给了小顾 嘱咐他一定要让爸爸上传逮捕辅光 随后小顾通过手提电话传呼了爸爸 并约好在辅光拍卖会上会面 而这场拍卖会其实就是零元购计划 原来就在不久前 辅光和大陆一个古董商联手 将一批国宝偷渡至乡岛 在公海进行地下拍卖 并预将来参加拍卖会的富商喜结一空 请下手为强 那太好了 我喜欢做贼比做生意很有意思 就在辅光安排手下在游轮四周安装炸弹时 小顾却已悄悄尾随到来 等辅光带着手下离开之后 小顾略施小技将看守打晕 并将监控屏幕上标注炸弹的位置 通过电话告诉已经上传的罢了 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 船上仅剩一枚未拆的炸弹 同一时间拍卖会在豪华船舱内如期举行 各路富豪们看着一件件国宝纷出架 此刻一切尽在掌控之中的虎光也高调登场 我说一音 这里所有的东西 我一个人全买了 你凭什么 就凭我 已经在这里放满了炸弹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李南 回答他 你是我的合伙人 你说什么 你看我在你的口袋里放了什么 你干一 五豪们瞬间就猛逼了 众人纷纷想要逃离现场 奈何辅光的人早已将所有出口封死 他们随即对众人展开了林元抢购计划 此刻拱伪也悄然现身 拿出他在船上拆掉的炸弹 辅光急忙按下手中遥控器 果然没有任何反应 气急败坏的他 当即吩咐手下灭了拱伪 然而一群小喽啰却成了拱伪的下酒小菜 转眼间就被挨个打趴下 看着身手如此之好的拱伪 辅光也是情不自禁地为他叫好 紧接着便让身边的卧龙奉处下去硬赞 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出手 就被拱伪的飞棍给砸塌下 紧接着他一跃而起 与辅光展开了终极对决 两人你一拳我一招 打了十几个回合 谁也奈何不了谁 一个月拍几百块 你玩什么命啊 没了青龙眼月刀的二哥依然霸气失 只见他使出江湖失传已久 风衣无影水 神出鬼没的拳法 将拱伪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眼看自己的处境不利 龚伟只能在防守之际寻找对方的破弹 很快机会就来了 他一把抓住两个袖口并迅速打上死 随后就是一脚将其踢飞 眼看还是打不过 索性三人联手和龚伟近身缠斗 虽然龚伟实力强劲 但终究双拳难敌六腿 就在命悬一线之际 小顾及时赶来助爸爸一臂之力 这里钢弹无意发现了破绽 于荣光这场精彩打戏全程都用了提示 接下来灭火器这个道具也被钢弹发现了 刀砍的位置也不对 言归正转 父子其心其力断经 二人从脚下抓起一根绳索 朝三个人猛扑过去 手里的绳索伸缩自如 就像是一条满是荆棘的毒蛇 很快三人就被打败 辅光见大事已去 当即就要拿着钱跑路 拱尾顺势扔出了一根长长的绳索 将辅光的脖子牢牢套住 父子二人上前就要将辅光捉拿归案 而不会武功的常威同事也冲了过来 混战中小顾被常威死死抵在墙上 辅光则趁机引爆了最后一颗炸弹 父子二人当场被炸得倒闭不起 就在辅光欲要控下杀手之际 方姐突然从天而降 对准辅光就是一枪 辅光虽身重一枪 却也将小顾劫持当作盾牌 千军一发之际 拱尾率先夺枪 连开两枪将辅光打下高台 小顾也因被锁喉太久已经没了呼吸 然而就在他们要离开的时候 打不死的辅光手动开启了隐藏的炸弹 并用锁链死死勒住拱尾要和他同归于尽 为了救小顾方姐只好先行离开 而拱尾也在最后关头挣脱树 及时飞身跳入海中 上岸后 医生告知他已经无力回田 拱尾悲痛万分 好在最后导演还是安排了小顾满血父母 一个新的家庭也就此诞生 电影到此结束 我是钢蛋 下期再见